本来今天想做一个黄金蛋炒饭 结果却翻车了 虽然翻车了 但还是把视频发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吧 中午剩了点米饭 其实米饭蒸的有点软 在米饭里打入两个蛋黄 搅拌使蛋黄均匀的与米饭混合 蛋清用筷子搅打一下备用 再切点自己喜欢的蔬菜 搭配上一根火腿肠 我们先炒米饭 锅中倒入适量油 然后把米饭倒入 小火慢慢煸炒 因为太黏了 用铲子按压一下 炒了大概有个四五分钟吧 米饭还是一坨一坨的 我感觉已经没救了 干脆就这样吧 另起锅 油热倒入蛋清 搅散后加葱花 再倒入蔬菜和火腿肠丁 翻炒至蔬菜断生 再倒入适量生抽和食盐 再加入刚才炒的米饭 翻炒均匀后出锅 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 只是米饭一坨坨的 没有粒粒分明 还是可以吃的 咱也不能浪费是不 希望各位帮我分析下 失败的原因呗 失败没什么可怕的 只要找到对的方法 一定可以成功 我的美食之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希望可以得到支持和鼓励 我会坚持做得更好 我会坚持做得更好 可是我会坚持做得更好 但是我不要